11月20日 乌尔善突然取消了对所有分神演员的关注 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乌尔善原本关注了上千人 现在却变成了零 网友调侃他是在做清零计划 乌尔善的这一举动 让人不禁猜测 他是不是受不了分神演员们的各种分波 首当其冲的就是陈木植 他从分神中的红人 一下子跌落到了被软分杀的境地 他的黑料让他形象崩塌 而其他的主演也不甘示弱 红文元被曝和钟楚希恋爱又分手 当然被发现转发过不尊重国人的言论 这些演员的黑料 让分神的口碑大打折扣 也让乌尔善的导演人设受到质疑 乌尔善曾和妻子发布过音乐 被指骑士黄仲然 他还在分神中加入了蒙古人的元素 比如众王的旗帜 被指歪曲历史 乌尔善的头像也是蒙古人的旗帜 让人感觉他是有蒙古情节 网友直言 乌尔善能坚持到现在已经很不容易了 他这次清空关注 可能是因为分神2已经无望 所以不想再和这些演员有任何牵扯了 在此你怎么看呢